18岁的赖姓男子4号登记结婚后 两小时不幸坠楼身亡 但临堂前却不见新婚的下姓配偶 而是有陌生人心疼她的遭遇前来之意 看到新闻就是想说来给她看一下 赖妈妈19号系统律师出面控诉 她说儿子名下持有 丈夫赠予的30笔房地产 都是有一名下姓代叔协助处理登记 但4号当天下姓代叔的儿子 突然登门找人 先诱管我们被害人出去进行登记之后 他就可以依照民法来去继承 高达5亿人以上的遗产 而警方也寻见找到两名证婚人 分别是在护证事务所外 以及超商被下姓男子搭讪 请求对方帮忙证婚 两人都感到同情而大意 这两个证人的证识 以及他当时有没有探知 高中生有真正结婚的意思 这是非常重要 如果今天被认定他的证人了解的情形 他的是并没有结婚的争议 这个婚姻可能就会不成立 甚至于不生效 赖妈妈控诉 儿子坠楼地点就是下姓黛叔名下房产 下姓配偶则告诉警方 当时他先去洗澡 出来就没看到赖男 下楼找人才发现他坠楼 赖妈妈也提出要求 希望下姓配偶放弃遗产继承权 自证清白 律师则表示 如果法院证实下姓配偶 有涉及杀人 或是两人婚姻无效 就会丧失继承权 但如果没有无意的遗产 就得由配偶和妈妈评分 再次请问陈比昂